门票伪造,坠落事故,男粉袭击,音响事故,荧幕故障 史上最糟糕的SBS开业大战 12月25号,在首尔举行了2023SBS开业大战 但是,SBS开业大战从活动开始前就陷入了门票诈骗争议等一连串的突发情况 首先是部分入场票被发现是伪造的,导致现场混乱 根据现场观众们表示,诈骗者制造了伪造的实体票 并大量销售,而随着争议的加剧,SBS方表示 已向警方提请调查,目前正在了解具体受害规模 此外,女团ESPA在SBS各摇大战红毯现场离场时 突发了紧急状况,引起粉丝们的担忧 ESPA在红毯拍照后离开时,一名男子快速冲向他们 ESPA成员向观众挥手致意时,证明男子携带相机 约过拦住观众同行的隔离带冲向他们 但幸好现场的保安人员制服了他 ESPA成员们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包括云塔在内的成员们,看起来对这突发情况感到相当惊慌 停留片刻后离开了现场 接着就是NCT10在舞台上发生了坠落事故 再次引起了安全问题的争议 根据粉丝公开的影片,NCT成员10在结束表演后 移动到下一个舞台时,未发现到打开的生姜机而坠落 看影片的大家应该都记得,2019年SBS凯鱼铁接触 Red Wave & Wendy在排练中也因为生姜机事故 导致手腕骨盆等多处骨折,长时间无法活动 4年后再次发生类似事故,引起了粉丝们的强烈批评 对此,SBS方尚未发表任何立场 而颁奖机里结束后,Ten发文表示 我没事的,不要担心,如果真的受伤 我会立刻告诉你们,再次祝大家圣诞快乐 安抚了粉丝们 除此之外,2023SBS卡优地争也发生了音响事故 大萤幕故障,舞台摄像,脚拍摄等问题 收到了强烈的指责 就算歌手们表现得再好又如何 现在应该有所警惕吧 年末颁奖节里每天要抱怨摄影灯光问题 这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摄影师在主要舞蹈表演进行时 却在拍摄其他的地方 而且不只是对异族,而是对所有组合都这样 请你们辞职吧 几年前的歌谣大战中 也有在排练时发生事故的歌手 但现在仍然有安全事故发生 实在难以置信 究竟排练是为了什么 你们到底准备了什么 老实说,各种事故都已经发生了 但主办方连道歉都没有 只表示已经请求警方调查 这就是SBS本身的问题 SBS各邀大战的有关人士们 是 我是不是 你教我 我是不是 你平日 我平日 她可能 我都不是 我平日 你不是 我平日 如果我平日 我平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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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平日